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來我們已經有讀的第二節 《迷之時空》的專題 這部戲在香港上引起一些大家的爭議 就是說名字不太好 其實這個名字太簡單 有些意思不過他太簡單 但原來他的名字是跳口 可以改謎迷失街道 有人提議叫《無我之成》 《無我之成》也挺好的 但《無我之成》好像也有一部戲 總之這部戲是挺有趣的 故事比較簡單 有一個原本是想做漫畫家 但也不得志 轉了行業 做賣披薩外賣的四人 現在我想很多人都說 心裡都覺得自己 找不到自己理想的職業 做不到 但他一直發覺自己有一種能力 就是預知的能力 但這種預知的能力 就是有一次令到他出手 救了一個被車撞傷的一個小孩的時候 他發覺他幫了那個小孩之後 他就令到自己的命運改變了 他反而那個小孩沒有被車撞死 但他就反而立即撞車意外 在他那裡 在他那裡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但他掌握到這種 好像改變自己命運的原理 這次他第二次 他就知道有那種邏輯 在那時候 他就想改變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發覺出了事 他最大的出事是什麼呢 是令到他媽媽死了 是被人殺死了 當他就發覺 原來這種改變命運 是他幫人家的東西 駕馭到自己那裡 而且當他想找那個 發現到那個殺他媽媽的兇手 從他追她的時候 誰知道那個意外 是令到他回到十八年前的自己的世界 原來他就發覺 他在十八年前的那個 他童年的時候 就是由一個叫做 這個你說過過 他最近很多戲的那個 很多戲 很多戲 然後他就變成了 這個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這個小朋友 他說他演戲就得很好 然後去到那個 童年的世界那裡 然後他就發覺 他如果他在那一刻 可以改變到他童年的一些 他知道的那些事件 想改變 因為童年的時候 他認識了一個 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很可憐的 然後他後來就不見了 初月家代 然後不見了之後 那時候 大家都認為 他是被一個殺人兇手 一個連環殺手 殺死了 他就想改變他的命運 但在他改變他的命運的時候 他也發覺 當他改變了一些命運 到了某個時刻 他就會彈回來 就是現實的那個世界那裡 但是現實的世界那裡 他因為 他被人 當了他是殺媽媽的人 然後他在那裡 也要逃命 好像 這個 就馬上 讓大家想起 這一套動畫片 《超越時空的少女》 待會兒可能再細一點 講這部戲 也還有一部戲 大家都很記得 這是Tom Cruz的一部戲 那部叫什麼 《越空戰士》 就叫《越空戰士》 《越空戰士》 《越空戰士》 《二空》 《二》是奇異的二 不斷到一個部份 去改變那個命運的 但他很可憐 要被L才改變 你別說 現在這個 你怎麼知道 同時有一部 我覺得關鍵 這些電影最近多了 其實我覺得跟這部電影有關係 奸事 這部電影有沒有看? 妹妹 媽媽你有沒有看? 這部電影也沒有看 有,兩集也有看 叫我們同學Alex給他兩名打給你看 因為這部電影基本上很經典 他拍過這個電影叫做Perfect Answer 他裏面有很多很多元素 將這種超越時空的電影 玩了一個很實在的 改變命運的時空 電影版其實做得很好 但很多原本的漫畫版都不太喜歡 但我覺得其實是很好的 不過這部電影《迷的時空》 如果是漫畫迷 有看過這些電影 包括《進擊的巨人》也有關係 你會發覺這部電影裡面 他將很多以前 尤其是日本那些經典的漫畫世界 還有他們找到 有些東西是很原本的日本人 自己做出來的一個科學官 就將它製造出來 而且這部電影更加故意 告訴大家 那就是一盞節 有一部很經典的荷里活片 也是近期的經典戲 它其實是在呼應的 是廣年萬殺手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項目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當你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不是進入它 好像一個普普通通 一個重新認識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是帶動了你 想起很多 這部電影的關係 差不多跟叮噹也有關係 就是說 在你現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回到十八年前 你在讀小學的時候 你裡面 你有多少記憶留下來 還有有多少遺憾 你已經在小時候種下來 如果你有這些的時候 你去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部電影 它就做了一個想法 在一個戲裡面 是成立得到的 就是說 你如果有辦法 或者你有一種機會 可以回到你那個少年的時期 少年有一些經歷 你想不想改變它 但是如果你改變它之後 究竟你改變了之後 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還有 最關鍵 當你去重遇你是少年的時候 你一直看到的東西 你想想你當時是壽兒子 嗯 你認為的那個 我小時候看到那個 英哥那個壽女 是被連環殺手 殺死了 但是他這部電影告訴你 可能真相 不是你所知 那個 而且你的真相 裡面 你說不是 很多人都有追查的 包括 深尾的故事 包括她媽媽 還有一個記者 也有在追查 很多書都說過我們這裏 那件事 原來她回到那裏 告訴你 是錯的 傳媒那裏 都跟錯了 第一節就是這樣 那個就不說了 然後下面那裏 你會發覺 慢慢慢慢 她找到一種 很奇特 或者她完全是不知道的 一種真相 你會看 如果用這件事 來看這部電影 好像一種 在玩 一種叫做 你自我命運修改的 一種程式 的一個遊戲 而這遊戲 我覺得現在 就越來越大行其道 為什麼呢 因為 它不單止 就將漫馬 很多 很多 那些漫馬 都用這個來做題材 或者科幻小說 Edge the Tomorrow 那些什麼 疑兇追擊 疑兇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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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樣 一個人就馬上接 你都知道 我不記得名字太多 又不知道 你不記得中文名字 英文名字 我都不記得 我都不記得 太多戲 我看了 記起不記得名字 還有一個 海米之前 貓貓都說到 其實香港片都有很多 越宮寶俠那些 你也記得 哪一段 那部戲 又是 他丟了寶俠 又丟了寶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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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自殺也挺淺 除了越宮寶俠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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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嗎 Janis 你記得嗎 現在要考考 看得到 看得到太少 現在是鄭伊健 張白芝 做的 那部戲也是 無限覆沒 一直回頭 韓都很多 韓國 韓國是跟著 潮流來的 因為 現在這種 你可以說 回到未來 玩了一種 新的 遊戲 尤其是第三集 也有 不斷去到那個地方 超越時空的少女 八十年代版本的真人版本 你有沒有看過 袁田芝世的那個 又惡言 又沒有看過 你又說 你自己的日本湯 聽都沒有聽過 有沒有搞錯 跟著做一個第二集 他原來有很多版本 還有一個 新的超小少女 對呀 那個 新版本 都很好看 不過漫畫版 這部都是要特別介紹 當然不是出名 最出名是第一部 大林宣宴那部 袁田芝世的那個 但這部 它最主要 你們有沒有看 你們有沒有看 沒有 這部 我是看到哭的 因為 它不斷 要回到 那個 實驗室 想遇到 他的男朋友 那時候 找一個黑影 是 分秒 之間 那個 他不斷 不斷 走回去 原本 那個 時刻 去撞 那個 他想找這個 男生 跟他相會 嘩 那場 你常常看到 吻的 那種吻就是 替他那種 傷心 怎麼都去不到 那個時刻 去不到那個時刻 這裏就是那個 新版的 那個 超時空少女 我覺得都相當之好看 這個呢 就是原裝版 原田芝世的 那個 超時空的少女 那個 那你們去看 是很好看的 還有 五次真人版 因為 黃家衛都跟他 就是這些人 好像那些浮浮影 那樣的動 這個是一個特技的鏡頭 他就全部不動 那樣 那你最近呢 你有看到 有一個 叫做 繼禅屋的婆婆 你在北海道 那裏 那裏 都是跟這個 故事呢 裏面呢 有些 那些場面是有關的 總之 超越時空呢 你會發覺 就是很吸引 但是這次這個 超越時空呢 我們講這個 迷之時空 是很不同的 那 你們是否喜歡 看《瘦仔》那段 是嗎 是嗎 為甚麼呢 因為那個 尤其是那個男生 他演出來 不是演過 小孩子的感覺 是演 那個 男主角 這個小孩子 第一次拍電影 是的 第一次拍電影 很受理 他正演 藤原龍也 是 他那時候 變成小孩子 那時候 動靜 小動作 全部都是很大人 那個女生 另一個女生 也是 另一個女生 其實那個是很出名的 她出名的 那個都 即是 做第一 她第一次回去的時候 遇到 她注定 那個初月家代 那個 即是 注定了她是會死亡 身邊屍體也找不到的 一個人 一個壽女 她是很出名的 是 出名的 同性 你不看大 就看小 哇 他們很好戲 Janice 你看的時候 她分開兩段 好像奸士一樣 走來走來走來走去 分開兩段 是不是小孩子 那些是特別入 一些呢 有 因為小孩子 我覺得這個小孩子 做得很好 嗯哼 還有她那些事 或者是她們的想法呢 在小孩子的時候 會表達得比較清楚 在大個的時候 其實她們是 反而沒有什麼 交代 小孩子比較直接 是的 而且 主要是 主要是靠 那些小孩子 去搞定 那些事 還有那個童年的記憶 是相當之重要的 那她 第一 她看到她的故事 她說她 大人的時候 都不是住在這種地方的環境 是一個城市 但她這些就是 一些小村 那些世界 北海道 是的 很冷的 很冷的 在那裡 尤其是 她最 當她回到88年的時候 這個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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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知道 這個女生 是會消失的 而且這個女生 就很孤僻 為什麼叫做 只有我不存在的街呢 其實呢 這個戲裡面 有一個很關鍵 就是說 就說 那個女同學 她寫了一個 一些散文 小詩 那些 叫做短句 那些 那些 被那學校 那學校登錄出來 但每個看完之後 都覺得她很奇怪 因為 不明白 她為什麼會寫這些東西 那裡面其中一句 就是叫做 只有我不存在的街 那那個意思呢 就是 你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看法 可能 你會看 那個人是很孤僻的 覺得自己 就算照著鏡子 看好自己 都覺得自己不存在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 有沒有這些感覺 沒有 很奇怪 你沒有 只有 只有我存在的街 我存在的街 其他那些都不是 我覺得現在會比較多 那些小朋友 會有這樣的感覺 她 是嗎 會不會呢 總之 我覺得她這個戲 現在當然會 我拿著部機 不是只有我自己存在的 我想她這個 這個故事 她最主要 如果你大家看的時候 很多 尤其是她童年那部分 她有一種 她說了一種 叫做 孤獨 那種孤獨 還有 如果你在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你讀小學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讀 城市學校 還是小村學校 我看我 很投入 因為我那時候 住上沙田 讀那間聖母無尖聖心小學 有些事件 發生很厲害 很激 包括 有一個 我小學畢業之後 有一個老師 殺死自己的老婆 然後我扔了我的頭 嘩 你不激 然後我扔了 那時候 很爆的新聞 一個鄉村小學的中文老師 精神 有沒有教過你 我們的班主任 嘩 嘩 所以 這些 如果你說 你叫做激 不是的 我覺得還有很多 童年的記憶 就好像這部戲裡面 他講的年紀 剛剛叫做小學 差不多是 五六年級的時候 就來畢業的時候 你們沒有這些經歷嗎 你的學校這樣 很平淡 平淡一點 不是啊 我那個 真的很多 童年的記憶都刪除了 我想不到 蒙糊一點 我覺得這個 迷的時空 裡面分了兩段 一段 就是講現代的 那個時候 那種 現代的 那種生活 不如所願 譬如我畢業了 我已經開始做 最早 當然是想找我自己理想的工作 好像 騰元龍也 其實很想做漫畫家 但是呢 就 畫了一個草稿出來 但是 懷財未遇 其實不一樣 因為我看到 畫得不太好 哈哈 只是草稿來的 總之不太好 但是後來 別人 碰了 這個 跟那個 叫貓咪就那你 那些 都是那個漫畫家裡面 他說了一種 叫做一種心情 這個 就是大人世界 我想很多人 很多感受 但是回到童年的世界 又有另一種感受 其實回來的時候 我也想說 我同年的時候 有一個 就是迷的時空的事件 我真的很想 如果我回去 我想修改 下次回來 就先說 就是 跟這部戲有關 好 下次回來 再跟大家講這部 迷的時空